我在创业走资本市场 计划孩子经商 请问孩子应该学什么专业比较合适 基础背景不敢 目前年收入200个W 四年级孩子同时学英语 发语可以学吗 这两个语言还行吗 小学三十年级学编程还有必要吗 其实就是很简单一个事 就是孩子可以现在按照我们的要求来规划 我以前虽然聊过 我们的所有的教育 最终极目的是为了就业 这个没有错 但是在孩子的教育上 基础教育上 我们家长不应该给一些功利性的引导 甚至功利性的要求 这个是不可以的 就是你不能为了看风景而忘了赶路 你不能为了某种功利性 而忘了学习的目的 学习各位一定要注意 学习就是学没有用的 学有用的不叫学习 特别是基础教育阶段 所以你一定要知道 对你有用的不一定对孩子有用 所以你不要用功利来影响教育 所以那怎么做呢 我个人的一个观点 就是孩子这一辈子呀 包括我们牛一般 这一辈子 你几乎没机会做自己想做的事 对我们太多的人生来说 就在基础教育阶段 你才可以有机会做自己想做的事 因为你一到上大学 特别是大学后 你更多的是肩上的责任 养家糊口的责任 你必须做不得不做的事 所以我目前的理想就是 想给自己安排退休 做自己想做的事 但是我还有一大半 是做自己该做的事 而不是想做的事 但是对太多人来说 一辈子就没别的选择 只能是做自己不愿做 但是必须有不得不做的事 你比如农民工 你放心好了 他肯定不愿干 他没别的选择 所以对我们的孩子来说 也可能这一辈子 就这段时间 做他自己喜欢做的事 所以我们就不要再奴役孩子了 不要再强迫他 他喜欢啥 你就让他做啥 所以这是他唯一这辈子 可以选择他喜欢的地方 选择他喜欢的时候 我们家长就不要再 摧残他的生命了 我在谈一个事 人做喜欢的事和不喜欢的事 他背后的逻辑是什么 人本能的一定会做喜欢的事 他喜欢的事是由他做主 他的生命做主 他喜欢的事 他能做相当于这个周边环境 在尊重他 他被尊重 他就知道尊重别人 就相当于花园里长出来的植物 它就是天真烂漫 它就是阳光健康 如果你让他做不愿意做的事 一定是外来的压力给压迫的 他是被强制的 被压迫的 被限制的 被扭曲的 他得不到尊重 他也不会尊重别人 他就相当于在严谨地里长 他怎么也长不出这种漂亮的花朵 你想象就知道了 严谨地是长不出庄稼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个背后的逻辑看透 追求兴趣和按你的逻辑去学习 他背后的性质很严重 我下面说几段话 这个尼采说过 任何把谋生求生的方式 处理为前景的教育 都不是真正的教育 这是一份指导人们进行生存斗争的说明书 虽然我们几千年来的教育 都是为了生存在学习 什么书中只有黄金屋 书中只有美如玉 但是我们现在要改过来 不能再这样了 还有一个人做自己喜欢做的事的时候 他愿意投入热情 他又极度的有创造力 他愿意找到背后的原因 他愿意去探索 所以这种创造力你超乎想象 而且他活得还很幸福 他的人格还很健全 而且他在某一个里有兴趣 他继续探索 他就会发现更大的可能性 会找到更大的兴趣 然后会有更大的成就感 然后他在这种过程中一路尊重他 他尊重别人 多好呢 他就感觉人生很幸福 人生很充实 而且这种情况下 他的创造力会得到极大的发挥 因为这是他真正的兴趣 你尊重他 他也在尊重自己 而不是所谓的能生存压力带来的恐惧感 包括这个不好好学习就被淘汰 那种高度的内卷 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 没白没黑的读书 以牺牲人格 牺牲健康为代价 这个你感觉有意义吗 然后还有一个你们注意了没有 就是我以前也聊过 这个西方科学呀 西方科学家八九十 都是贵族家庭的质地 就是吃饱了咸的蛋疼 然后有的热爱跳舞 有的热爱唱歌 有的搞科学研究 即便有些穷人家的孩子 但是他有天赋 富人愿意支助他 比如那个高师 叫数学王子高师 然后这时候他就一时无忧 他就做他自己喜欢的事 同而推动了大量的科学的进步 你如果是为了生存 他不可能有研究的动力 所以这就是我一再建议 普通家庭的孩子 你不要读博士 不要做研究 你比不过那帮孩子 你家庭条件好不一样的 你比如我这边一碰到一个房内产商朋友 他就让了孩子赌博士 他说儿子你要是赌博士 我一个月给你十万刀 说你随便赌 你只要喜欢研究 咱家不缺钱 所以你会发现 如果你赌书还为了养家糊糊 还在养你爹 你这个事 你哥们就不可能有足够的热情 你也不可能做长久的事 你更希望一两年尽快出成绩 是这回事吧 所以我们得知道认清怎么回事 这个芒哥说过类似的句话 如果你真正有兴趣 搞明白一个事 你就很容易搞明白背后的原因 如果你长期的保持这种心态 你的能力一定会逐渐的得到提高 就是做自己喜欢做的事 然后把它做透 把这个事看透 然后呢 你不要相信压力能转换成动力 压力更多的转换成病例 都去医院去了 你看我们的孩子 不大正常的比例是越来越高 所以真正的动力是源于内心 源于内心深处 对兴趣的追求 因为你让他追求兴趣 你尊重他 你尊重生命 所以这是我想说的 我认为基础要有阶段 一定让孩子学习他愿意学的 他如果愿意变成就让他学 他愿意学英语就让他学英语 他不愿意就算了 你别说我是一家大企业家 我就让孩子学商业 你纯粹是彩蛋 你再大你不如李嘉诚大 你看你告诉我李嘉诚那两个孩子 学的是什么 他的大儿子学的土木工程 小儿子学的应该是计算机 没有一个学商业的 所以你们就不要再这么折腾了 特别是你很富的家庭 还在爱学上学上 如果普通家庭 我认为基础交易阶段 你就让他自由放飞 自由生长 你就是到高中到大学阶段 你给他引导一下 将来找一个适合就业的地方 或者是你提前给他准备一个身份 我认为你这两个要结合在一起 然后我再举一个案例 加深一下你们印象 前段时间你知道那个复旦大学 那个毕业典礼上 有一个学生在领那个毕业证书的现场 把教授给暴打一顿 然后扬场而去 这我看到了一个消息不准 是这么说的 这伙计他爹呢 应该是弯弯的一个所谓的高官 被家里人鼻子上来复旦 你要知道在弯弯 你用那种身份上复旦是随便上的 结果呢他就不愿上 那家里鼻子上他不愿上 他就捉腰 到处捉腰 然后申请退学 然后这个退学业就不批 零分也不劝退 然后他就很无语 然后在考卷上骂老师 越来越极端 包括在朋友圈里 对头负担的校母 处中之 各种群里 自知不倦的马 然后找事 然后最终 学校还是让他给毕业了 然后他就很恼火 然后出现了暴打这个教授 因为这是他不喜欢的事 你非要逼迫他 你说他不恼火吗 对吧 人出的青春期 他想不那么多呀 而且更搞笑的事在哪呢 由于他弯弯的身份 而且他还被保送了被打 所以因为他不抑郁吗 他不想上 你非要逼得上 他不找事吗 对吧 你想想他都活到20岁了 这辈子他从来不让他做主 他不恼火 人家过了青春期 他的自主意识健强 所以不管怎么着 我更多的想说 我们在基础教育阶段 还是尊重孩子 拿孩子当人 拿他当一个独立的人 让他自己做 他自己想做的 学自己想学的 我更多的想说 我们普通家庭的孩子 这辈子也就这一段时间 做自己想做的 他毕业之后 马上面临的为生存而生活 他不得不做 自己不愿意做的 所以我们整齐孩子这段时光 甚至就像刚才我说的 可能这辈子 他没有机会再做自己想做的了 他一辈子要承担肩上的责任 所以我们难得的整齐孩子 这段时光 好吧 我再念一段话 然后重新这个 注解一下生命 这以前我说过 就是我们来这个世界上 不是为了繁衍后代 而是来看花怎么开 水怎么流 太阳怎么升起 夕阳何日落下 活在世界上 误非明白一些道理 遇见一些有趣的事 生命是一场偶然 我在其中寻找因果 这是对我们成人来说 也是最终目的 是追求自己愿意做的 想做的 但是太多的人破有无奈 是没这种机会 但是我还是争取 有一天做自己想做的事 那是我们作为家长 尽可能给孩子自己 想做的空间 好吧 今天我就 这个关于教育的问题 我就聊到这 剩下的大家看看 我儿子那本书 小马下南洋 然后让大家 真正的认识一下 什么是教育 让孩子在一个 真正健康的环境下生长 你不要给他 人为的太多的东西 不是让你做园林 那个树啊花啊 非要你修改了 你修改了干什么 那自然生长不可以吗 年轻人 也认识一下 我来说 你修改了